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管你是蓝的绿的 显然都有深深的感触 可是这些 尤其是民进党的县市长 跟民进党的高层 是不是活在不一样的时空 民进党的刚当选的市长 兢兢业业 他们知道民意的海啸有多大 可是民进党高层算计的是什么 是在算计 绿跟白的合作 用全力的交换 可以让自己的屁股继续坐在上面吗 可以在乎或不在乎老百姓 身家性命幸福与否吗 这样为什么我这样讲 检验民进党选后 对选前的错误 有没有反省 有没有改正呢 民进党 国民党那是岛内的 但是台湾在中美贸易大战 中美长期的战略对峙下面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当华为老板任正非的女儿 竟然在加拿大 突然间被扣留 然后要被引渡到美国去 这又反映了什么 而法国的马克宏 为什么民调会掉到23% 为什么他要涨燃料费 燃料税会硬生生地止住 这跟台湾的处境 有没有一点相似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 董哥董志森 政治评论员李胜峰 大家好 新党文学会副主委李明正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立法委员率化名 立法委员费洪泰 大家好 国家与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高雄市民抢抢棍棍 欢迎欢迎第一次来打拳 欢迎 现在刚刚当选的县市长 你从他们讲的话 他们发布的人事 以及他们接诸的未来方向 你可以感受到 他们现在尝试着努力的 要跟人民同呼吸 不是他们特别怎么样 而是很清楚 权力在我们老百姓手上 台中市长 卢市长呢 他公布了副市长的名单 资政立委杨琼英 副市长 他说因为他出身名代 接地气 然后陈子敬 在警戒服务 43年 这特别的是 他之前都是台南市政府 警察局局长 而且呢 他过去本来要参选台南市的市长 在初选的时候 国民党的初选落败了 这个让我想到 就是侯友宜模式 在新北市 然后外交部的前政务次长 令胡荣达 现在也是另外一位副市长 这样子的布局 应该很清楚的看得到 那个卢市长 他的雄心是什么样子的 等一下大家来看一看 那台南呢 台南市长当选人黄伟哲 他在12月5号 他说改革 犹如喝一碗热补汤 先要避免烫伤自己 否则还没有补到 就先伤到食道 甚至会患上食道癌 12月6号 他说首要任务是 动涨房屋税来施政 好归黄髓 不一定赖归黄髓 监察院纠正台南市政府 多年没有调长 赖清德决定要做 显示他果断的一面 然而调整的力道太猛 猛要便泄要 民调就会泄 针对党主席 记者问他说 要干嘛呢 黄伟哲说 党主席要做统哭 要把同志哭在一起 凝聚士气 但民众根本不在乎 谁来当党主席 这是民进党的家务事 老百姓在乎的只是你有没有做 施政是对我有感的 对我有好处的 他要动涨房屋税 潮运的发言人彭扬凯就批评 当年在财政健全的目标下 才涨了这个房屋税 现在你要动涨 难道你台南市的财政状况 已经很好了吗 财政部的官员讲的比较含蓄 他说过去赖市长已经承担起 当家税的坏人的角色 未来你要怎么动涨 这就要看你黄市长的智慧了 是这样子的吗 帅将军 我觉得正本清源 不是在老不幸身上去剥皮 你台南市政府招商也好 农余产品销出去也好 公司进来也好 缴税 这才是你赚钱的正本清源之道 你还要学以前民进党动不动 烟涨价加税 房屋加税 什么都健保加税 家的老不幸今天都不堪复合了 所以黄伟哲这话说的对 赖规我不一定要潮水 我赢得这么辛苦 是你留下来的包袱 台南是讲全台湾最绿的 最有老资格的一个俯成 那对不对 那你赖清德被人家捧成神 你留下来那些规矩 为什么让我黄伟哲选得这么苦 所以我们很多事情 不从正本清源去做 我不去争取扩大我的饼 去争取我的裁员进来 在老不幸上打主意 争来争去都是平民老不幸 大财团漏税 公司两本假账 你看过没有 对不对 那钱从哪一来 还有贪官污吏 你少贪一点 我们也省很多 对不对 文字馆少盖一点 我也有的是钱 那为什么台中 全首先不做 你根本营运不下去 对不对 高雄市轻轨 你要讲25公里 我骑脚踏车都比他快 你花那个钱干什么 所以韩市长他也不要轻轨 对啊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回归到现实面 开支票满天都会开 我投资这个投资那个 好像很那个 一做起来发现 你的人口数量根本不能够维持营运 做下去是后任倒霉 所以华为这马上就感觉出来了 你这样搞 我这个市长还怎么玩呢 他说他只要拼经济 对啊 你要拼经济 拼经济我讲的把饼做大 其实 而且他要跟韩国瑜合作 你只要跟韩国瑜两个合作 他已经公开表态 要跟韩国瑜合作 韩国瑜也公开表态 我没有道理说台南的菜 我不能帮你代卖 我觉得韩市长他心胸很宽大 对啊 那黄伟哲同样 你要放下你头上那个金箍 那个孙猴子上面的那个渣 对不对 政治上把你给献死了 你知道加拿来我们可以看得到 政府有很多半手半脚的规矩 货不让你出去 人不让你进来 这些小花样民进党多得很 所以这些地方县市首长 只要说防止我农鱼产品出去 我就带了农鱼产品到总统府去抗议 你2020还不要选 商人不能进来 你核电不解决 我怎么招商 所以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啊 县市首长不看清楚 你维持不下去的 顶多两年三年就下来了 然后在12月4号的时候 准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叶元支 他说对于高雄 他的评价是仓促决定人选会有疏漏 韩没有做过行政首长 除了北农总经理之外 他不是政务体系上来的 他选举我们讲难听一点 可能就是一个乌合之众 资深媒体人说 我看你的脸书会爆掉吧 但今天叶元支已经公开道歉 他说这个不是乌合之众 这个叫做各路英雄 好那因为高雄市长韩国瑜 他准备要在原委会上 用邻国权的事情 当然馆长跟翟臣他们都开骂了 他除了开骂之外呢 他还向韩说选前喊口号 选后让人觉得是放臭什么 他会很生气 是因为他批评了韩国瑜之后呢 韩粉又到他的脸书上面去骂他 网友说人家市长在从政 跟你做一次直播就了不起哦 你以为你谁呀 12月5号他又说 从今而后韩国瑜杀人放火 与小弟无关 我再讲一次 从今而后韩国瑜他要选谁 他要做什么事 他要做什么政策 不要再问馆长 好看看他怎么讲 韩国瑜杀人放火与小弟无关 我现在去跟韩总批评这个东西 去跟韩市长批评这个东西 代表馆长是一个趁他热度的 是一个要靠他红的 所以很简单嘛 我不想靠他红嘛 不行嘛 所以以后他的事 他的事不干我的事 不要再来找我了 其实我觉得董哥 每个人对任何政治人物 其实都有可以有批评的余地 然后我们也看到各式各样的 刚刚当选的 每一个当选的人 我都会感觉到他们肩膀上 他们感受到的 其实不是高兴 而是责任那个重担了 不管是韩总还是卢市长 还是黄伟哲都一样 那现在他们体认到人民的温度 跟人民站在一起 可是别的人好像不见得这样讲 对这次的前期 最主要两个议题 一个经济嘛 韩国瑜提出来了 等于说北漂 第二个是空屋卢秀燕 那黄伟哲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黄伟哲先 不跟着前面的市长走 就是把原来的税把它停止 那黄伟税 连续三年一直调整 要调到百分之八十几 在当地民怨很深 对当地民怨很深 而且议会再三的讲 那这个是外面比较少讨论 是为什么 因为这次的选举 黄伟哲根本不红 没有人理他 最红的就是韩国瑜嘛 再来就柯文哲嘛 再来卢秀燕跟侯友宜嘛 最主要都在讨论这四个人 那台南市也 米兰也分裂 绿也分裂 也没有人理他 六个人选 里面其实五个人 跟他是同一个颜色 对他来讲票很少 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其实他谈到 这个跟经济有关了 这个税跟经济有关在哪里呢 我们从103年 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政府的税 都超收一千多亿 你知道吗 对 政府一直超收 106年超收960亿 虽然没有破千 然后107年是774亿 那今年呢 估计大概500多亿 你看你这些年来 已经超收多少了 那表示 政府说我们以前有债 我们要还 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你今天超收表示 对老百姓来讲 这个其实他经济 他的税 他的那个被剥夺了 尤其这几年经济不好 可是政府又超收税 你什么东西都讲 所以老百姓 尤其是基层的人民 生活的很苦 以前民进党 在国民党执政一直讲说 我们执政 我们就会退回给老百姓 他已经执政快三年了 没有退 那我讲 其实你今天看到这些 这些事情淋淋种种 大家感受的就是经济 所以对韩国瑜的 那个就非常强烈 所有媒体都在报道那里 甚至一个新闻集团 大家就可以报道好几天 对不对 我们认识了王简丘 就被报好几天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关注 因为大家期待太高了 那台中呢 比如说台中用陈子敬 这个逻辑是什么 用杨琼英跟令虎荣达 你看不到中间的逻辑吗 卢秀燕在这次选举里面 因为他过去六届的立委 都在台中市 那原来台中市本来就比较low 大家都说你就是靠红派跟黑派 对对对 杨琼英他其实在地方经营非常久 接地气 接地气 然后接地气以后 这地方要好好经营去规划 虽然他是一个比较属于农业的 但是杨琼英非常了解 上次在立委打败他的那个洪职庸 对地方是不了解的 那跟他比起来 真的对整个地方的失误 那是判若淫泥 这是第一个 他很强 那第二个台中 估计在中部 那时候去号称全国治安最差的 那时候我们骂过很多新闻 那时候从胡志强 从张文英 然后历任美任都被骂 那陈子敬因为大家想起了 侯友余在新北市 表现怎么杰出 顺在那里 对所以 这一招棋其实他的考量一定在这里 43年 对因为他也当过台南市的市长 他当台市长的时候是直辖市的 赖清德亲自颁奖给他 然后还对他赞美有加 台南市政府的警察局长 不是市长 对就是市长颁奖给警察局长 然后这个令服 这一招棋是里面最奇妙的 为什么 因为要招商 这个招商他在外交 然后到我们三十几年了 所以他原来是外交部的政策 那这个他是非常清楚 就是说 现在每个人都想到要招商 我要让我的城市更发达 然后将来已经 因为中央政府我们已经看破手脚了 他就是喊一些蓝项 喊一些有的没有的 现在每个城市都在竞争 竞争一定要拿出成绩单 新北你看我们昨天讲 对不对 现在台中台南就是这样嘛 所以费委员 台中的副市长三个都站出来了 您可以开始品头论足了 这个名单有没有眼前一亮 台南黄伟哲讲话很清楚 前面做的好的我留 不好的我绝对不会照做 我要跟人民同呼吸 而且为了招商我不惜到大陆去 他公开讲了 韩国瑜现在民意的检验 大家招商的成绩很好 但是高雄市政府不高兴了 现在还是民进党市政府 新闻局长张嘉欣说 今年招商的五案 总共签约金额有479亿多 投资案都是选前就签约了 招商成绩跟寒流效应 根本无关 你根本不用过度造成吹捧 好酸好酸 刚才讲台中市 小董分析的蛮好的 我也是这样子看 令狐 令狐外界比较不熟 但是立法院的人 大概对他比较熟 他当过他两任 当过LA的这个办事处的处长 这个绩效也都很好 我想外语能力 这个协调能力都很强 那个除了招商 还有没有办国际活动的那种考量 这个台中大家不要忘了 有我们赖 不是赖金的 那个现任的市长 跟他签了 林家龙 林家龙跟他签了一个 1000亿的MOU 大家不要忘了 这兔垂 我想刚才讲到黄伟泽 伟泽兄 我们在立法院共和 我知道他跟我同届 我们进去的 这个我是觉得 他处理这个房屋税 地价税 我觉得这样是处理是对的 尤其是只有一户的人 我这土地 没有办法拿来做生产 我就要住在那里 这个形同是涨价 我们税不是不可以涨 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我只有一户 我只有这个房子 我住在这里住得好好的 结果我税要调涨成81% 那我如果收入没有增加 我怎么办 他就多了一笔额外的支出 我这个账 我这个账 税要增加 看第一个 如果说我要抑制 抑制房价 当然 我把土地税把它增加 或者是第二户 炒房 第二户第三户 还有一个是 我钱确实不够 但是不够 你要考虑老百姓 可以承受的能量 尤其刚才大家讲 只有一户 我去把它涨价 你不是 他薪水又没有涨那么多 你这样的人 让民不聊生 我觉得他处理这个事情 我个人是支持的 这个你可以从第二户 你总是去处理 或者是你逐步的温和渐进 我一次账了 我分个十年二十年 让大家可以慢慢接纳 就像你的物价 可不可以账 可以账 但是你要 必须得考虑你的薪水 如果薪水 我账了一百块 物价账了十块 大家骂归骂 还可以接受嘛 对不对 同样的一个逻辑 我是觉得 尤其只有一户的人 这个在台南 我们也听到了很多 其实台北也是如此啊 你的 我只有一户的 我增加这个 我拿不出钱来 我的所得没有增加 我就觉得很多的 韦德兄刚才讲的 好像赖归他不随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不是说 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缺点 很显然这一次 像高雄 为什么会输 明朗会输 就是你的经济状况不好嘛 人口袋的钱越来越少嘛 这是最直接的问题啊 所以他要去拼经济 当然大家就给他一个聚会 谢谢 陈兰坤 大哥 看到你在笑 来 吉隆说 我你看民进党是这样看的 我你看到你们看的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最多基层的 民进党他背两项 他刚才排两项 第一个 民进党打钢山 他打钢山 他打钢山 你怎么打 他就是打台湾 他把台湾跟中国分的开气 国民党就是中国 民进党就是爱台湾 这个通常你打钢山是这样打的 所以钢山你打一打一打 好不容易他打几十年他就打到钢山了 你知道吗 民进党都打这些大事了 说到利这大家都买 说到名 说到款 说到赛 这都是人每个人在对去的 所以他把钢山打起来后 他还派一项 派一项就是台独立 这个独立明明就不可行 你就知道这个独立 十对不可行 过去国民党就是说 三民主义通议中国 在打中国 现在民进党外面都知道 台湾要独立 所以台湾人当时 在这个地方在里支持民进党 在里支持 包括我才来都在里支持民进党 民进党属于 他在那边赢到总统 他说 这立法人没过拔 拜托 别做抗议 所以台湾在里合他 台湾人在里合他 他相信民进党的所作所为 因为当时 反省把那个理念在里打来 所以民进党 大家台湾人很相信 一路对民进党在里打 打到今天去 他得到全部全部的政策 他总统过了 立法人过了 行政院 市长 他都说他的 属于台湾到底有法度吗 没法度 没法度 因为这个政院 你知道台南 高雄 你如果台湾说法独立 这个财南 没法度负责 也没法度负责 这大家都知道 这种事情 他没法度 所以他一方面 他要对这个独牌 要负责任 要他跟那种 安抚 安抚这个独牌 一方面 这种我怕的 小的 这种我怕的 所以 他在选业的时候 他会认为一个比较好 高雄不可以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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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有一支节目 我就问他 民进党的副辟书店 我公开问 我副辟书店 我请问一下 为了你打这个口 高雄不可以输 高雄不可以输 拜托你给他回答 什么原因 我也来支持 不能输的原因 你发责任就好 要照顾 报董度照顾 老袍 所以我说这个民进党 你今天 你拨得漂亮 跟高雄拨得漂亮 台湾人 高雄人 多少人 对你民进党的一个期待 期待说 你能够把台湾的这个经济 给你一军民建设 一军民把经济做得好 这都是高雄人要爱的 台湾人也要爱的 所以他在天日后 你在照中雄的钱 在抹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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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高雄人说 去得很漂亮 包括你们说的 卫母贏的 那都很漂亮 建设都很漂亮 但是高雄人 南部人 会比较破坏 所以他们不知道 我们这些钱是中 用全部補作下去 所以他现在升格 高雄的民进党 挣得漂亮漂亮 挣得漂亮漂亮 八成就成功了带房子 所以要怎么 所以八成就这次的选戟 整个就愤怒起来了 就开始愤怒 你知道吗 这是因为老百姓为什么愤怒 是因为打扮得再漂亮 建筑物再豪华再美丽 但是我要有钱过日子 过好日子 这才是老百姓要的 台南是当时的升格 就是莫名其妙的升格 所有的地方政治人物 那些县议员的东西 都说好了 升格 结果真正升格来说 才会这样 本来是说交代价 结果真的凶贵 升格的结果到现在 台南是一个什么样 定位的城市 我是台南市东三乡的人 现在变成台南市东三区 我发现我什么都没有改变 我回到我的故乡 什么都没有改变 就是说 到底台南市的定位 是什么 当你的定位没有弄清楚 施政只有变成黄铃铃 就哭了没放 放大铃而已 县市长体认到人民的痛跟苦 也看到最弱势的人民 他在过什么样的日子 你不能够假装看不到 因为你去拜票 你去参选的过程 你就会赤裸裸的 跟人民的民意互撞 可是民进党的高层 开始反省了吗 他们反省了什么 现在呢 比如说 立法院的副院长蔡其昌 说 怎么都在讲人啊 大家讲了一些反省的话 以后都在讲人 赖清德跟陈菊两个人 为了政局稳定留下 但未来会在适当的时间点 再次表达辞意 武汉又说支持蔡总统连任 赖清德也已经多次表明 不选2020 目前能做的就是 改变总统的领导风格 调整政策 重拾人民信任 而段一康呢 3号说 赖清德把总预算 前章预算处理完就会离开 5号又说2020的总统选举 假如蔡英文选不赢 民进党没有第二个人选得赢 心系也没有那么天真 想要取而代之 意思说我们心系没有要逼公 赖清德决定接任行政院长的时候 态度就很清楚 绝对不会跟蔡英文竞争2020 12月5号 赖清德透过行政院长发言人 古拉斯说 谢谢大家关心 但没有人可以代表我 外界不用多做揣测 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他到底要走还是要留 到底要2020要不要选 他都没讲 12月6号 蔡英文总统说 检讨跟反省是现在最重要的工作 过去一年多 赖清德跟我是 紧密的工作伙伴 我相信未来也是如此 现在波涛汹涌 看蔡英文总统她回廊讲话 我们是一个民主政治 我们不是一个威权政治 那在民主政治里面 真的不是公平剧的这种 剧本的这种环境 所以我们不需要把政治想得这么复杂 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 斗争绝对不会是解药 那剩的是一个毒药 盛峰兄 你几十年的政治的观察跟参与 民进党基隆市长也是代理主席林又昌 他就讲不要再提民进党 对台湾民主的贡献了 台湾人民不欠民进党 而且政党轮替已经几次了 不要再讲过去的悲情 大家要看的是未来 民党展现了未来给我们看吗 要去针对每一个人每一句话去回应 实在是想了就好笑 所以他说他跟赖清德有多好 是密切的伙伴 我还讲到李登辉跟郝伯尊还甘胆相照 甘胆相照前那比他强多 所以这一句一句话讨论这个没意思 应该来看的是一个大方向 民党到现在还是没有抓到 那个真正的敲门在哪里 还是没有抓到 不要去解释是不是斗争 什么 专制体制有斗争 民主政治障碍有斗争 不要以为斗争是谁的专利 只要有政治就是有斗争 现在要知道 什么叫转型正义 有反正的人请你站出来 大家说过去这样不对 我们来挽一下 这句话民进党如果说有出来 台湾有救 民进党有硬帮 台湾教雄有硬帮 请记得南非的曼德拉 是怎么处理的 故事太多了 我只讲一个最简单的一段 就是他要把戴克拉克总统的示威队 拿进来当他的示威队 当时他的所有的 所有的黑人的所有的全部反对 之前讲 我们在非洲议会 跟白人斗争的时候 我们是用枪相对的 今天你把那个人 纳进来 来做保卫你的示威队 要跟我们做同事 我们情何以堪 请看看曼德拉的回应是什么 他的回应是什么 他是 今天 只要他站在我的身边 保护着我 让所有的南非人都看到 一个黑人的总统 愿意把他的生命 交给了白人的示威 来保护我的时候 代表我对他的信任 代表的这个国家是团结的 哇 不 他的故事太多 我只是讲一段 以后有机会 可以把曼德拉 这个才叫转型正义 过去的曼德拉 是领导的这些黑人 对抗白人政府 是枪对枪 弹对弹的 但是他选上的时候 他进到了总统府的第一天 发现很多人在打包 这些白人在打包 他怎么讲 他一看把所有人都招合起来 告诉他们说 假如你认为我一个黑人的总统 你们不适应 要走的话 请便我没有意见 假如你们认为我这个黑人的总统 会对你们又不公平的对待的话 请你放心 我们一起努力 为南非来努力 我们要的是一个彩虹团结的国家 这才是领袖该讲的话 这就是领袖 所以民进党今天 我一直讲 要懂得反省 反省不是讲那些有的不的 而且要真正的把过去 你如果台湾人改的那些东西 那些有收纹 有粉末 看到没收纲太多的人 就在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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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在买向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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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那么大的伤蜍 那么大的纸毋都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人 一个这样的黑人来投统 来把他团结起来 所以 南非到现在为止 不管你怎么讲 他的国家是团结的 所以 什么叫转型正义 这个才是真正的转型正义 有空 我们可以来开个南非针对 第二个 政治再来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回到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这刚刚台南市 您的宁兄的台南市 实在我讲的不是人 请注意一下 台南市当时的升格 就是莫名其妙的升格 所有的地方政治人物 那些县议员东西 都说好了 升格 结果真正升格 就是台南的 本来像说交代一个 结果真通过 升格的结果到现在 台南市是一个 什么样定位的城市 我是台南市东山乡的人 现在变成台南市东山区 我发现我什么都没有改变 我回到我的故乡 什么都没有改变 就是说到底 台南市的定位是什么 当你的定位没有弄清楚 司政只有变成放银河 就乞丸放大铺而已 满酒为什么会 很突兀的让台南 县市合并升格 你升格以后 你这个城市的定位 你情定位不明的时候 你的议算要怎么编 你这个城市要怎么编 你是要走工商业 只有一个科学延期 其他第二个呢 第三个 没有 工商业 工商业的条件基础在哪里 农业 农工商业 那农工商业是一个什么样的策略 不能冲到买了 只要在你放银河在做政绩 所以到时候我们就去逮换了 外表金工串 来报逮换逮换逮换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不要讲环形 大家要真正的去摸真正的底 本身带来真正的转型正义 第二个 像台南这样子的一个城市 竟然成为安侠市了 怎么样子定位中央地方 谁都有责任 否则的话 这个城市丢太多的钱 因为不知道怎么办 你真的还不晓得下一步怎么办 但是民进党的高层 想着到底是不是 这个城市的前途 老百姓的未来呢 还是真的还在算计 当民进党现在 大家在聚在一起的时候 谈的是什么 11月27日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他在跟蔡英文召见这些立委见面 他说颗律合作 是民进党 能不能够重新站起来的最重要关键 天哪 我们前面 我们前面从第一分钟讲到现在的话 都跟他讲不一样 我们在讲是怎么样跟人民站在一起 苦民所苦 他说的是颗律合作 是民进党能不能够重新站起来的 最重要关键 立委补选是修补颗律关系的首部曲 柯文哲应该包容小颗黑 民进党则不应该推大颗黑 以重启双方合作的可能 只要彼此的利益一致 绿白有可能在未来继续合作 而桃圆市长郑文灿说 只要彼此的利益一致 绿白有可能在未来继续合作 柯文哲说 有立委补选 有没有自推人选 在我的脑袋里 当然民进党很多人跳出来 想要选要怎么怎么样 那这些连亲民党的 不分区立委陈寅杰 都说已经准备好可以一战 慎重考虑参选立委补选 反正就是这个事情 但亮点就是说 原来民进党最重要的反省是 我应该跟柯文哲合作 柯文哲为什么要跟民进党合作 就柯文哲现在没有欠民进党 因为他在台北市里面 他选得那么精选过关 那精选过关对他来讲的话 那就是因为这个柯绿已经分家了 所以造成他精选过关 可是他还是当选 所以他不再欠民进党了 他一旦不再欠民进党的时候 他的手脚放开了 以往我欠民进党的时候 那我的副市长会用民进党的 或是用绿的 我的局处长会用绿的 但是我现在自己当选了 我不再欠了 所以我不会再完全考虑 用绿营的人了 那这个时候他的手脚 放开的第一步 第二步呢 就是其实我们从各种民调里面 看得出来 柯文哲的影响力 不是只有在台北市 他是在全台湾的影响力 特别是在台湾的年轻人的影响力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是他的理想跟台湾人民的现实 刚好背道而驰 而民进党目前不知道 怎么解决这个困境 所以他卡住了 那卡住的办法 目前新潮的想法就是先稳住 至少稳住小英 稳住党内派系 那看能不能就靠这个阵容 继续撑到2020 然后连任成功 在这个年轻人的选票里面 以往绿营可以吃下很大一块 蓝营只能吃下另外一块 其他的有理不定 但是绿营吃的比较 这块比较大 现在是柯文哲吃下最大块 柯文哲吃下的这个中间选民 跟绿营选民这大块里面 跟绿营的有很多的一个重叠性 所以对绿营的人来说的话 他们很清楚知道 如果2020年柯要出来选 这个对绿营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负担 那如果柯不出来选 绿营的就情况会比较好 那问题就在于 那柯要求绿什么 那绿要求柯什么 我想这个结果 大家已经很清楚了 换言之也就是说 你绿营的你要送我 我现在是台北市市长 而且我的局处所长 已经不用再考虑你了 以往你看他的副市长 里面有两位是绿的 然后他的局处里面一堆是绿的 现在他开始不用考虑了 我爱怎么认命就我怎么认命 这第一个 第二个你到时候你要选立委也好 或是选总统也好 你要有求于我 我也可能会跳出来选 那当我可能跳出来选 他很有可能选总统 我从来没有松口 台北市民 我为什么不能出来选 所以他要出来选 如果国民党推的人并不强 如果而是 我是用如果 如果国民党推的人并不强 或是如果假设 国民党推的人是朱立伦 那国民党想用这种 你在职参选 他说对不起 我还比你好很多 因为你当时说做好做满 我从来没有松口 我从来没有松口 我在没有松口的情形下 台北市民还把票投给我 那就代表我经历考验 那我没有违背我的政治承诺 所以我到今天 我的政治的信任度 还在排名 全台湾的所有的政治人物 我排名前三名 我通常我排名第一名 那这样的情形下 朱立伦还比我掉在更后面 那个蔡英文不用讲了 那是垫底了 所以我政治性用度 我还是排名最高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你民进党也好 或是你这个国民党也好 要供他的政治信用度 供不下去 好 所以对柯文哲来说的话 他的手脚都已经腾开了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柯文哲他面对 这样的一个未来 他产生的力量 那就是一个政治上 充满了变数的一个力量 蔡英文已经开始为他的连任 为他的连选连任 已经起跑了 这一次的一个回廊讲 其实就是一种宣示 也是一种动作 为什么 他挑在回廊 也就是不再按照 以前总统府的 这个新闻单位里面 因为他的回廊里面 我们看到他的背景的众生 是拉得很长的 这个拉得很长的 会给人家产生一种 就是说往后延伸的一种感觉 耳目一新 第二个就是 我不用讲稿了 我不用读稿机了 我只要幕僚给我准备一些 讲话的要点 我根据讲话要点 我直接来提了 第三个 他一开始的就是破题 破题提什么呢 提醒民进党的人说 不要忘了2008年 我们怎么拜的 就是因为党内的斗争 党内的斗争的前身 就是2005年的 县市首长 县市首长 刚好就是陈水扁 执政第二任最糟的时候 那么县市首长选败以后 进入了党内斗争 所以2008年 我们输得很惨 现在情况 不要在党内斗争了 党内斗争是毒药 不是解药 所以他的态度就是 党内斗争没有了 他已经伪下来了 之前我们看到他的慌乱 现在蔡英文看起来 是伪下来 为什么 新潮流系已经表态了 我就是支持你 蔡英文出来选了 那新潮流系 是最大的派系 已经支持蔡英文 等于是英系 跟新潮流系结合了 你其他的小派系 谁要跳出来 谁要跳出来 他就说 你就是搞党内斗争 就拿狼狼把你敲下去 如果你不跳出来 我就分给你一点 分给你利益 所以我个人认为 民进党在乱中 又恢复平静了 现在的情况是看你 国民党能不能尽快地 整理出一份人选 而这个人选 是符合民众的期待 2020又是选举了 现在选举 已经进入前哨战了 可是民党反省了吗 民政 这次选票开出来 就直接了当告诉你 我老百姓对你 从头发到脚底 我都不高兴 你的意识形态 你的一切 我都不满意 你的内政 你的外交 你的两岸关系 我都讨厌 那民党反省了吗 他还在想2020 他想2020是很正常 因为现在时间太短了 没有时间给他再去说 我要来反省怎么样 他必须快速地 进入战斗位置 那刚刚之前姐提到 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这些 县市首长都这么紧张呢 包括刚刚之前姐开场提到 就是说 马克宏 现在突然民调掉到 百分之二十几而已 其实在我们如果看 全世界这些 走这个西式民选的国家 都发生这个问题 就是高民调冲上来 没几年 咻砍掉下去 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一个 网路化的时代 动用就有这个馆长 有朱学恒 宅神 这种所谓自媒体的人 他就开炮轰你 他们会炮轰 然后很多网民跟着看 马上你的制度 都就开始往下掉 一点一点的流失 所以当然 这些县市首长会非常紧张 希望在快速的时间内 能够把自己的政绩 做出一定的程度 否则的话 可能没几年 蔡英文才两年多 就掉到这个程度 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可是就像刚刚 强强跟大哥讲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是他的理想 跟台湾人民的现实 刚好背道而驰 而民进党目前 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困境 所以他卡住了 那卡住的办法 目前新潮流的想法 就是先稳住 至少稳住小英 稳住党内派系 那看能不能 就靠这个阵容 继续撑到2020 然后连任成功 其实蔡英文在今天的回廊讲话 还讲一句很重要的话 她说执政成功 是最重要的信念 什么叫执政成功 就是连任才叫执政成功 否则没有连任 算执政什么成功 不是说政策 受老百姓欢迎 老百姓生活幸福 这是要执政成功 不是啊 连任就是执政成功 所以他们现在想的 就是连任 可是我觉得 现在柯站到一个 非常有利的位置 就是刚刚赖教授都提到 他在年轻人支持率很高 包括他在南部的支持率 甚至比北部还高 那就代表 还有跟民进党 叫板的空间跟权力 而他如果先抓到了 两岸问题的关键说 我们可以去跟大陆谈判什么的 他可能就把民进党的战略位置给卡住了 这是民进党跟国民党 现在共同面临 柯文哲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柯文哲对民进党很棘手 对国民党也很棘手 你看丁走中现在还在苦哈哈的在验票 其实胜败就在四点钟 那一刻开始 一边开票 一边投票 气宝发声 就已经悲剧造成 这种是 怕死 厌没胸 就是你这个验票 验出来他真的是投给柯文哲的 可是他因为看到手机说 杨文哲败了 所以他投给柯文哲 你验票验不出来啊 好 那现在有一个柯文哲在那里 民进党想要连任 可是他真的反省了吗 我们先来看12月6日 监委终于要查 查故宫博物院了 监委指出来说 媒体纷纷报导 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文物 在2020年东京奥运 要跑到日本去展 而且合作展的 对方的美术馆 有县级的 俊级 有那种很low的 跟完全不对等 还有那种商业的空间 根本是自贬身价 而国宝馆藏的 颜真卿要在明年1月到 东京的国立博物馆展出 文宣海报都没有对等 日本有没有对等的文物 来台湾展呢 另外还有我们的翠玉白菜 跑到台中花博的 后里马场的 铁皮屋 铁皮屋都讲不出来了 这种东西 然后现场只有简陋的 动线管制进场人员 所以谷物的安全风险 跟议论怎么回事 所以监委包宗和跟江启文 要自动调查这件事情 民进党反省了 从选前到选后 故宫博物院 就是还是变成 他们的私人资产吗 爱去哪里 爱怎么展 他们说了算吗 他难道不是我们老百姓 所有人民 我们中华民族 共同的珍宝吗 包含全世界的华人 都对这种古迹 爱惜得不得了 因为纸质的东西 很容易坏掉 你这样温度的光线 震动多了 它都会粉碎 所以这个东西 你民进党把它 践踏到什么程度 我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就回去捞我们过去 我们叶问打权讲过 批评过故宫的一些事情 随便一捞 这不是全部 就捞到说 我们曾经怎么样的痛心疾首 我讲这件事情 新任故宫院长陈其南 说他要把故宫台湾化 他说台北故宫 我们不是去抢人家东西 这些东西 不知道怎么样子 就跑到台湾了 我们就突然成为世界 四大博物馆之一 不知道怎么样子 然后再来 故宫南院要重新定位成 东亚福尔摩杀 要去中化吗 这个族繁不及被宰 然后再来 崔玉白菜要被迫 用赶压子上架 跑去帮助花博 然后陈其南还说 我们是要借重花博的人气 才有更多人来看崔玉白菜 对不起 呸 崔玉白菜是全世界的游客 赶着你要让他坐飞机 岳阳来台湾 看崔玉白菜的 什么叫做崔玉白菜 需要去花博 好 后面还有很多 真的是我来不及讲 帅将军你先讲一下 我想这个馆长 真的该枪毙了 因为他这种行动 陈其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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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阶段讲到馆长 跟这不太一样 我想 这个 你刚刚前面有人 各位在批评 民进党知不知道反省 不但没有反省 还变本加厉 你对付中华民国的国宝 是用这种态度 把它当成什么 废物利用 我根本不承认中国 你们讲它是国宝 在我眼里不是国宝 那废物里面 能够还有捞到一点 什么残余价值呢 建卖 建展 建戒 自辱国格到这种程度 全世界的文物的交换展览 都有一定的规格 方向 安全措施 跟保险金 很巨额的保险 像严真厅这种东西 根本就没办法估价的东西 无价国宝 就这么轻率的出去 一千两百多年前的 而且是书画 是非常脆弱 你看所有的不含 两岸所有包含全世界的华人 都对这种古迹 爱惜得不得了 因为纸质的东西 很容易坏掉 很容易坏掉 一辆温度的光线 震动多了它都会粉碎 所以这个东西 你民进党把它践踏到什么程度 今天火大的不只是我们这种人 你问问七千多万 在海外的华侨 怎么看你这个国家 所以你讲民进党有没有反省 我说一点都没反省 前面大家都听过 国防 外交 内政 经济 能源政策 没有一样做对的 然后选举呢 你又不接地气 然后呢 两岸问题你说你 现在他嘴巴不敢讲 说跟人家仇中 但你做出来的行为 你不是在践踏吗 还是不知道怎么来的 这些国宝天上飞下来的 这些国宝天上飞下来的 这些国宝天上飞下来的